驻美代表处日前在双向元举行中华民国112年国庆酒会 包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众右外委会主席麦卡尔等政要 及各国驻美官员等近千人出席 内卡尔首度出席驻美代表处国庆酒会 他多次以中英文勾喊我爱台湾 更在这次时裁调保护台湾民主 是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关键 卖考尔前程参与活动与萧美情共同品尝台湾威士忌与台湾美食 下面请表示希望借由国庆酒会场合 邀请友人共享台湾软实力 感谢他们力挺台湾 中央社记者当今夜华盛顿报道